很多企业他可能缺乏这种战情事系统 老板或者主管或者财款人员很多时候都想知道我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啊 我的营运状况怎么样啊我的效率好吗效能好吗等等的 这类问题都发现我好难解决 所以这也是我算过去在这十年间不断的在帮产业来解决这类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着重在服务这个两类人 这两类人其实也是我自己啦 就是说中小企业主与财款人员 在正式分享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个我亲身经历很痛的故事 我本身大学是念气管系 但在我大一下学期那一年呢 我们家里算是经营那种小本生一做那个家电的零售跟批发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消息是我母亲中风了 本来家里的财快工作全部都是她一做 然后她就中风了 那这个时候的我呢我在大学期间 其实我只学过了这个初级会计学 我只学了一个学习的初级会计学 我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马上又面对到我要去回去协助接我妈过去在财快的工作 在场如果有财快人员或中小企业主 你就会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做下去很难 包含连什么发票要怎么开 我需要收集哪些单据 什么东西是可以报税 什么不能报税 我做完了这些东西 我到底怎么知道我有赚钱没有赚钱 我再面对到我父亲就是公司的老板 他可能不懂什么叫做毛利跟禁力之间的差异 等等的 公司又没有系统没有资讯化 在这一大堆问题之下 我每天我只担心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努力我真的有赚到钱吗 我卖了这些货出去 我怎么知道我有赚钱 我相信很多中小企业主跟财快人员都有这类似的痛 那这类的痛我相信到了最近 在这个年代 在很多资讯软体跟很多的AIGC工具 逐渐普及的状况之下 似乎为大家带来一个曙光 那过去的我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三年前 我有三次的创业经验 那在三年前呢 我再一次的第三次创业的时候 公司刚从这个我两个人开始做 两个人开始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 我连自己要帮我这样很小的企业 在做财快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相信这也是普遍大家常常会遇到的 第一个叫做没有钱 对为什么说没有钱 因为市面上的ERP系统贵 很贵 那很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我导这个核算吗 那你说 可是我现在市面上有些很便宜的 一些竞销存系统啊 几千块就解决了 但是我们实际的用的时候 却发现 哇还是不够不够解决 要嘛太大要嘛太小 那太大的我经费不足 太小的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那后来我怎么办呢 我又想说 那我是不是在市场上来找个相关的财快人员 但是我相信在场都中小企业组 就会面对一个困境 我公司还那么小 那我要怎么找一个专业的财快人员 或者是我付不付得起薪水 或这样的人才 他愿意来到我们这样子的小公司吗 所以其实发现招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甚至因为我现在服务很多会计师跟记账师事务所 服务他们过程当中很多所长告诉我说 现在会计师事务所 记账师事务所要找一个大学会计系毕业的人 还不一定找得到 对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 我们发现市场上像各位在场许多的财务会计人才 跟日本制的压缩机一样是稀有的 好那我就想说那纵使我找到了财快人才 我就解决问题了吗 可能还是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身为一个老板 我所要解决的不是只有告诉我 这个有没有赚钱 钱花在哪里 我想要知道的是 我的业务表现怎么样 我要去找哪一些客户可以赚更多钱 我哪一个类型的专案 到底这个成本是哪边有问题 哪些人员是效率不脏吗 等等的 面对到这些数据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只有把资料存下来 我们要的是怎么让资料可以变现变成黄金 所以在没有到这个困境当中 我发现我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其实也是市面上 大家目前普遍在面对的 专业人士成本高 系统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纵使有的系统无法达到 我身为老板所要的洞见 我在市场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产品 那这个情况下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想一想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 好那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进到市场中看 看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问题 台湾总共有150万 150多万家企业 我们根据这个2022年中小企业白皮书发现 只有21%的中小企业主义 有相关的整合型的营运系统 也就是说大概有126万家的公司没有 那其中呢 有37%是计划想要导入 也就是大概60万家 我们就是那其中的60万家之一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开始在市场上找了找 发现我找不到我期待的系统 我找不到我期待的系统 那怎么办 找不到那就自己来解决吧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一年时间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划时代的系统 也是在市场上非常特殊的 我们直接做了一个AI特助 我们直接做了一个AI特助 对那你说AI特助到底是什么呢 等下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刚讲到这些困境 我们今天会透过哪几个方式来跟大家解决呢 第一个我会先跟大家介绍 现在最新的技术AI特助 已经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了 那我相信现在不只有我们这边想到这个 这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在AIGC却GBT发展到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后 每一家公司不是只有大企业的专利 连小企业有AI特助这一件事都会变成一个常态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认识 现在的AI特助可以做到什么情况 第二个 我现在在场有一些你不一定是中小企业主 也不一定是财款人员 我来带大家分享 就目前已经现有的AIGC相关的工具 不论CHETGBT Cloud 我们如果已经有一些AI的问题 资讯的问题或财务的问题 我怎么透过这些工具在不用付钱的状况之下 就能够帮我解决我的很多跟财务分析 财务资讯 甚至是一些专业性法规面 会计法规面相关的问题 我们怎么用这些AI工具来帮助我们 这第二个会跟大家谈的 第三个我相信在场有一些伙伴们 可能你身处在大公司当中 你无法使用这一些 对一些公司而言认为会有资安疑虑的 这样的一个AI局限工具 那怎么办 其实目前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来让大家纵使公司反映的CHETGBT禁掉 我们仍旧有方式来帮助各位 而且是合法合理的方式 先跟大家说 好 所以我现在来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 AI特助 好 那在我介绍之前 也欢迎大家能够来留言处 帮我分享一下 你所想象的AI特助 可能可以帮你解决哪些问题 你想象如果你是老板 或你是财快人员 这个厉害的AI特助 可以帮你做哪一些事情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可以来跟我分享跟互动 好 所以呢 我们所做出的这一支产品 叫做AI Insight大内高手 大内高手 为什么叫大内高手 因为他就是能够处理公司的各样的大小事情 对 所以我们定义他 其实是一套怎么样的系统呢 是ERP加AI加BI三合一的系统 相信在场有些财快专业人士 我们应该对ERP本身是熟悉的 在做ERP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什么逛况呢 你可能会发现 我要做的这一些东西 我在做使用的时候 我很难产出我所要的报表 所以呢 我必须要 可能我只要载到Excel Excel再来做图表 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到的问题 好 那 接下来说我纵使有ERP 可是 像留言区有人分享到 我想要自动做账 他没办法帮我自动做账 还是要人工做账 我用ERP要花好多的时间 对 没错 上面大家讲的 就是这一套AI特注系统 能够解决的问题 好 所以呢 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套系统当中 他的特注到底 特注可以做哪些事情 才称得上特注 好 首先第一个 最关键的叫做AI会计制动化 现在这场有些财快人员 或者你曾经休息过 在大学休息过会计相关的学分的人 应该就会了解到 我们在做会计的时候要做分路 要列快科 要做船票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目前公司的主办会计 或者记账士会计师本身的专业 但是呢 这一套系统现在已经做到在 把一个叙述 举例如说我只要叙述说我今天请一个客户吃饭 或者说我搭高铁从台南到台北 只要这样的一句叙述他就能够帮你辨认出应该是哪一个快科 那从资料收进来到一路完成船票 等一下会秀给大家来看 AI会计自动化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里面还有跟公司财务分析管理相关的模组 竞销存管理 销售管理 人资管理 这整套模组你所需要做到的分析 你所需要的资料整理 甚至有一些相关的报表 图表的这个汇出 上面都能够做到 好那你说我本身也不是汽管专业的 不是营运相关专业的 很多这些会计用词 什么净利率毛利率 什么ROI ROA ROE 我不一定听得懂 怎么办呢 我们做了一个AI金头脑 AI金头脑就是 你只要直接问他各样公司的问题 他就直接来回答你 就像你公司家自己内部的CHATGBT一样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营运特助系统 大内高手他能够做到的功能 所以他在解决哪些问题呢 这解决第一个帮助大家 无痛强化财快管理 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像我们过去一样 我们请不起 或者就算我请得起 我还找不到一个专业的会计人士 那你说我们可以委托委外外面的这个 记账室啊 对没错很好 可是我们委托记账室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遇到的困境就是 我往往要每隔两个月 我才会透过他帮我报了一次401表 然后我才看一下 哦我有没有赚钱 我赚多少钱 那甚至每一年要这个年度结算完之后 过一段时间 我才知道我去年的整个营运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时间 或者不具备这样的专业 所以对公司的营运来说 就是速度就慢了 我可能要很久才知道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做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可是我们自己做就发现什么 行政输入太多的事情 我要找人记账 我要自己做Excel 自己做BI系统 自己做很多的视觉化分析 这样做完之后 往往已经花掉太多时间 对于一个公司很少的人来说 或者你本身可能就不是对于Excel 或者是BI系统 很熟悉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大的成本 所以我们让很多的行政输入流程 是自动化的 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大堆工作 我们都不用做了 我们要做的叫做 我只要把资料填上去 其他自动计算 自动做分析 那分析完图表就出来了 让公司能够真正的 把各部门的数据 以及统合起来的数据做好 有良好的营运效率的提升 好 所以他其实这套系统 他在做到的就是三个 我相信也是未来各样的特助系统 我们现在讲的 其实在财快应用 但我相信在整个AIGC 发展的趋势当中 各行各业不同的工作者 都会面对到我们现在的工作 相关的辅助系统 其实都是往这三大方向来进行 就是简单 专业智能 简单就是入手很简单 你本身不是财快专业的人 也能够入手 我们现在做到的是 一个大学的在学生 他本身不是财快背景的人 只要他会用以SELKEY资料 他就能够使用这一套系统 可是又不失专业 这个专业叫做我们所做的东西 是能够在财务会计相关的法规 或者专业人士下 认可所产出来的数据 第三个智能 就是让很多过去 我们需要大量劳力 很多的招机work 这些事情 让AI来帮我做智能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看到的页面的部分 好 那他其实就涵盖了很多的战情式的看板 对于老板来说 可能我每天事情非常多 我要怎么做决策 我可能一天我只能花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我快速的想知道公司发生什么事 所以资料一输进去 这边是我看到的 这个特助系统 就会把公司的关键指标的KPI 包含老板最在意的是 我的现金现在到底够不够 我营业额现在多少 我的毛利多少 老板最容易忽略掉的净利是多少 那这个不仅仅是看现况 不仅仅是看现况 可以跟什么比较 跟我的目标做比较 现在我的实际跟目标差多远 以及我跟上个月的月份来做比较 这样的战情式看板 那老板很快的就可以掌握到 各个不一样 从进销存到人资到销售 各样的关键的KPI 就能够展示 就能够知道 欢迎来到大内高手使用者 界面 日期的预设值为前一个月 例如今天是2024年3月12日 那么大内高手的预设月与预设资料就会显示为2月的日期与资料 如果你想要再查看3月份的资料 再做手动的调整即可 那么接下来带你看到第一部分 界面总介绍 右上方的栏位可以观看你的 数值警示功能 与账户设定 左栏可以选择你想使用与观看的功能 包含 总览 资料中心 AI问答助手 会计 财务 销售 人资 竞销存 你在左栏点选要使用的项目后 资料会出现在中间的大面板中 第二部分 总览 这里可以看到你的数据总览 画面包含KPI及各模组重要指标 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分析 可以点击各指标下方的项目名称 例如点选标题 现金总水位 就可以连接到想对应的模组功能分析表 以上是界面总介绍与总览面板浏览的操作流程 若您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您来与我们的顾问团队预约 好 OK 刚刚有伙伴问到说有没有适用的部分 我们是有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适用的部分 刚刚所看到的这些数据 大家如果用过ERP系统 应该就会知道说 我要需要有一个很繁复的流程 可能是我要一笔单一笔单来提 那过去这也是很多中小企业组在导ERP的过程当中 很卡关的点 那我们自己当时就在想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除了用页面上key之外 还可以直接用Excel 用Excel 可是你说那Excel是不是要填很多东西 我们就尽可能简化到一般中小企业组 你所需要填达的资料就好了 那可以很简单的 光使用这样的一个Excel 欢迎来到大内高手使用者操作影片 这里会带你浏览资料中心的操作流程 第一部分 资料编辑与检视 这里又分成三个编辑与检视功能 基本资料档 日常作业 数据仅实设定档 基本资料档 将呈现公司的部门 员工 客户等详细资料 日常作业 将呈现公司的日常营运项目细节 包含财务 销售 人资 大家可以看到它两位 其实都被设定了非常好上手 可以点选并查看细节 警示数值设定档 可以在这里设置自己的 数值警示 什么是数值警示呢 数值警示 位于右上方的显示栏 你可以查看目前的财务状况 是否健全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你想查看的警示讯号 项目 选择完成后 下方就会显示 相对应的警示项目 若你需要 将该图表汇出 面板上方有 下载图表 点击即可汇出 以上三个检视面板 若要修改 可以直接点选资料最右边的 编辑按钮 即可对该栏位编辑 修改完成后 记得要按 储存按键哟 而如果要新增单笔资料 点选右上方的 新增单笔资料 即会跳出新增资料 好 ok 所以刚刚讲的是快速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 如果你要上传资料的时候 一个是说我们可以用来 使用刚刚你所看到的界面 另外一个是我们也可以 e-sale就直接上传 那跟大家来这个讲一下 当你的资料上传了之后呢 欢迎来到大内高手的使用者 实际我可以看到哪一些的销售 这里会带你浏览销售面板的 那我想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这边就很快速的 先跳过去 我让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在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销售到底 你平常想看些什么 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好奇的是说 我的不同的客户 我的不同的业务 我的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事业单位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专案 原则上就看到了 上述的那些细节 那这个是在销售 你会看到的 人资的部分 会看到为什么呢 像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各样的人事薪资 大家的加班的 初学型的状况 差旅的状况 像这些 我们就今天就不花太多时间 跟大家分享